我們接著上的內容叫做清潔劑 清潔劑就是具有清潔效果的東西合稱 統稱就叫做清潔劑 清潔劑就清潔效果而言 不管你用什麼碗葉基本上結果是一樣的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拿沙拉脫洗頭髮也是OK的 只是問題是你可能會有一些別的後果 別的後果包括比如說不容易沖乾淨 比如說會洗得太乾淨 比如說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洗完之後你身上還是要留一點油啊 你才會有滋潤的效果啊 你真的洗到完全乾淨就麻煩就大 所以你就也許有別的 但是就清潔的效果而言 基本上大家都一樣 然後我們要介紹兩個 一個叫做肥皂一個叫做合成清潔劑 第一個是肥皂就是我們要做實驗的重點 做實驗重點 傳說肥皂什麼發明的 就是古人在烤肉的時候那個肉啊 那個油啊滴到下面的灰 就發現混一混之後就算可以把東西洗乾淨 就是這個 那個灰就是鹼性 那個油就是油 所以油脂跟鹼性物質共組 然後就會得到所謂的具有清潔效果的物質 叫做髒 我們分做三個步驟 造化 鹽溪跟加工 我們的重點在造化跟鹽溪 造化 對 就是我們做實驗的兩個重點 一個叫造化 一個叫鹽溪 什麼叫做造化 就把它變肥皂 剛剛講過怎麼做肥皂 就是油脂跟鹼性物質共組 我們實驗室我們叫你們做法是 把它加氫氧化鈉 脂肪是油 我們用什麼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我們用過椰子油 我們用過椰子油 沙拉油 葵花油 花生油都沒有關係 是油 油加上氫氧化鈉 動熱會產生脂肪酸鈉 因為我加的是氫氧化鈉 所以產生的是脂肪酸鈉 這就是所謂的髒 有一些化妝品跟你說我百分之百不含噪 就是不含這個脂肪酸金屬鹽 脂肪酸金屬鹽叫做百分之百 就是不含這個噪就這個 脂肪酸金屬鹽 就是我的肥皂跟甘油 所以通識 基本的通識 記住脂肪加氫氧化鈉 產生脂肪酸鈉 跟甘油 脂肪酸鈉就是我的肥皂 就叫做所謂的造化 造化 在這個實驗裡面以後 我會加酒精加乙醇幹嘛 因為我們前面教過了 在實驗室我能夠配成容易就配成容易 然後這樣子能夠加速反應進行 可以控制反應快慢 可是油不容易水 所以我不能夠加水 所以我加誰 加酒精 讓酒精溶解脂肪配成容易 來方便我們反應 來幫助我們反應的進行 反應我們進行 所以在這個實驗裡面 我們加了乙醇 我加乙醇的目的 是要當做溶劑 要來溶解我們的脂肪 這叫做造化 造化做完之後 它也會有我們的肥皂跟甘油 然後我們做鹽溪 把它倒進去飽和食鹽水 因為肥皂不容易飽和食鹽水 而且密度比較小 所以就會浮在上面 我們前面做過一個實驗 做完之後它也浮在上面是什麼 紙化 我們最後加水 紙類也是浮在上面 這個肥皂也是浮在上面 然後就把它抓起來 來做我們的加工處理 所以我們把它倒在飽和食鹽水 讓肥皂浮在水上面 你的食鹽水上面 OK 然後呢 最後就拿來加工處理料 加工處理料 或者是再加一些你想加的物質啊 香噪就加一些香料啊 藥又加一些什麼成分進去啊 或加一點色素啊 什麼挖鉤 反正就是弄成你要的東西 叫做加工 那我們重點是前面的造化跟鹽溪 要記得什麼叫做造化 什麼叫做鹽溪 做什麼動作 我們前面是要去把它加熱去煮的 這是什麼熱製法 那現在還有冷製法 冷製法呢 可以把一些乾油呢 保留在肥皂裡面 這樣會比較 起泡的能力比較差 可是潤滑效果 因為乾油的關係 所以呢 滋潤效果會比較好 就是所謂還有加一些藥草之類 這是手工肥皂的一些做法 有市面上有些書 你可以自己買來看 看 或者以後你有些書 你可以自己做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就是 國中我們客人 會跟你教這種熱製法 加熱煮一煮 OK 那合成就是用石油化學工業合成製成的 有分做硬式清潔劑跟軟式清潔劑 這個我們後面會帶到一下 會帶一下 那有一些會跟我們的再生纖維類似 就是原料是天然的 但是呢在經過人的加工處理 比如說某一種 某一種清潔劑號稱什麼 天然椰子油 椰子油 那就是原料是天然的 可是做法還是人工合成的 做法還是人工合成的 做把它切斷 打掉 重組啊 拉拉拉出來 還是一樣好 另外就是純粹是人造的 本來沒有東西把它A加B 變成C加G 這樣做出來的 純粹是合成 就是有合成清潔劑 就是有關於合成部分 OK 有問題嗎 沒有